意大利华人街报道,意大利经济部长Giovanitra近期正在中国访问,为了促进两国之间的商业关系,克热同个界打得火热。 从经济角度来看,中国确实已经成为意大利命中那个不可缺少的它,意大利经济部长Giovanitra正在中国访问,中国是意大利的第三大进口国家,仅排在德国和法国之后,意大利从中国进口商品的价值几乎是美国的两倍,以去年为例,意大利从中国进口了约284亿欧元的货物,而从美国进口的数字仅为150亿。 不过,中国仅排在意大利出口国中第八倍,每年意大利欲望中国的商品价值仅同比率时相当,约为135亿欧元,仅仅为向美国出口405亿欧元货物的三分之一。 2015年意大利进出口国家排名,中国向意大利出口为美国的三倍,而进口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。 这一有趣的数字说明众议两国间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顺差。 去年,众议之间的贸易差达到了150亿欧元,通俗的来说,中国没那么需要意大利的商品,而意大利却万万离不开中国这个商业伙伴。 意大利人在中国生产的商品花上一欧元时,中国人在意大利产品上的花粉却不到50美分。 从经济角度来看,我国现在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,其GDP是意大利的6倍以上。 同时,正如我们所知,中国在GDP增长,速度要比意大利要快得多。 20年前,1998年,意大利的国内生产总值甚至还比比中国高出百分之二十。 而现在意大利已经不能忘其上倍,经济体量上差距巨大,更遑润人口。 地理方面,购壳之大几乎失去了比较意义。 我国领土是意大利的30余倍,把攻击图盖在意大利地图上,只是能盖上31次。 意大利国土面积30万平方千米,我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千米。 但我们也不能忘记,意大利毕竟是发达国家,不考虑货币实际购买力的情况下,意大利的人均收入来人比中国多得多。 每个意大利人的平均收入是中国的三倍有余,31900美元除以8800美元。 小声的说,20年前意大利的人均GDP为中国的26倍,意大利经济对中国依赖巨大把上面这些所有数字再转移一下。 可爱,意大利,中国我可真的不能没有你,华人街网站编译,VIO编辑,莫代华侨,来源,Lost Tampa,转载请著名,意大利华人街,Horangi0039。 的视频